17年来,文阿创先生一直受到人民的信任,担任中任,这绝非偶然,在这个华人中多的和谐村。 人们讲求善意和尊重,包括这位政宪干部,他总是想出符合于人民心情做事的办法,不要喊口号,而是紧紧狠狠地到各家各户宣传,传播国家的法律政策,而他们家都是先做起的。 在他想让人们做之前,他是先锋,就是自愿带头,所以人民热情的支持和跟随,让乡村道路一直明亮,绿色,干净和漂亮。 人阿创先生被任何人都参与研究,阅读文件,老老,掌握,增设,从而能够有效的宣传和指引任务, 他不分,分语,走进每个家庭进行宣传,让人们明白,落实建设新农村,改善新农村。新农村是分标准的目标。 品质经验丰富富,他积极协调建设道路,桥梁和安装太阳冷凳,总额超过31月南吨。 无论黑夜还是白天,只要春里区民需要,他久来,他热烈地对通报宣传新农村, 高标新农村建设的政策,他鼓励人们捐赠土地,呼噜,让少数民主地区大部分都做完了。 现在他计划建设,示范新农村道路,开会讨论了,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。 进时,当春里出现了不合,甚至有土地或人事就分时, 文娜创先生和和谐小组就说服和调解了30多起案件, 发动群众启兴协力建设,示范新农村,很有效。 只有道路明亮、绿化、整洁才能实现示范新农村。 实现这个目标仍然非常困难,许多地方的道路尚未迷拧、图画。 我们要修路,一定要宣传、分析,让老百姓净除, 然后才能一起奋斗打成,示范新农村。 现在我看到面前的事情还没做完,我必须开展活动,让人们理解、相信、听从,要是能做到这一点,我感到非常兴奋。 仅在过去五年里,创先生就筹起了400分礼物,总额为1.68亿元南吨, 为重任修建7桌4三房屋,总额为9.71亿元南吨。 为赢得人民信任和追随,政线干部必须在各项活动中其模范带头作用, 便说便做,以成为文艾创先生的作风和方针。 他以信、愉、良好、友善、朴实、信名的工作作风, 深受人民信赖和爱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